HELLO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2018 WCS來比習巡迷賽 那今天是第一天的賽事 我是今天主播輝 我是賽平賽 然後我們今天的下半場會播到NICE的比賽 可是我們上半場會先跟那個比賽畫面中 對啊 蠻可惜的 其實我蠻期待可以轉播NICE的比賽 其實我原本也是想說 我來的時候今天是一路播NICE的比賽 對啊 其實怎麼講呢 還是會想為自己國家的選手加油啦 這是肯定的 而且你知道嗎 暴雪他有幫NICE拍了一張很帥的照片 你還記得我們禮拜三在播GESO的時候 就有看到有一張照片 帥 脫眼鏡的 就是算是宣傳照啦 選手的 對 那也希望他可以 就是這次在萊比錫這次的比賽 可以為台灣爭光 他應該是我們台灣唯一代表的吧 對不對 沒有 台灣的話是唯一代表 然後另外一個代表選手是GOGOJOEY 好 他是我們在12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的WCS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對 我知道 對 他好像聽說是 那時候是去韓國訓練了一小段時間 然後 你說GOGOJOEY嗎 對 我聽說的 對 然後回來之後就異常地發揮他的實力水平 對 所以他就取得前二名成績 因為在韓國那邊有 就是他們有一個韓國選手的訓練室 然後也有一個是 比較算是比較多外國人去的訓練室 對 對啊 什麼那個 嘎姐啊 他們都會在那邊 像是他 我們台灣的一個選手 REX 他現在也在那個地方做練習 對 所以說不定我們的下一賽季 REX 可能要爆發了 我告訴你 其他台灣選手 還有在打比賽的 可能要小心 對 他聽說是學了很多那種 欸 因為那邊 我們上次有播一個比賽是 那個 NO GRADE 對 就是一個重組很會放大招 然後他是他在那邊 吸收了NO GRADE的精華 然後又吸收一些像是 嘎姐啊 或是其他 那個很強重組的一些 運營的一些想法 對 希望他回來會有很大的蛻變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目的是 一群人 一起 一起玩遊戲 一起玩 一起練習 就那種獨樹風氣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 當你累了 你可以看別人跟別人分享意見 我覺得這是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不是因為在 可能不是因為韓國啦 好像每個人都講說 去韓國訓練好像會變很強 但是其實只是因為 這個風氣 真的是讓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 一群人一起 之前有一個選手 叫做AK AK之前有去過韓國練習 好像也是一個月吧 對 不過他那一次的話 我據說比較不順的是 他那一次比較不順的是 他去的時候剛好 他的選手是放假期間 所以他在那邊 只有一兩個選手跟他在一起而已 這樣可能意義就不大 因為我覺得是要一起交流 對 確實 就是好像 我跟你講 如果你去那邊練習 然後你還是自己練自己的 那我覺得用處那不大 而且還有語言的問題啦 對 像AK英文不好嘛 我記得 那瑞士我是問他說 那你跟那邊選手有辦法交流 他說當然沒問題 對 他們應該是有辦法 就是用一些簡單英文 然後 對我同意 對就是比來比去 應該是夠不可以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玩的是同一款遊戲 對 很多語言是很共通的 嗯 什麼蟑螂 什麼刺蛇 其實真的 講起來真的是 很類似啦 就很好懂 我覺得 對 那我個人自己 這個是畫面上 這是Nature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出場的選手嗎 因為他是要帶到這畫面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 應該不是喔 那應該只是 現在是不是要介紹選手 對 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播的是 啊 我先來講一下這次的賽事獎勵好了 我們這次 那個 萊比奇巡迴賽的冠軍 可以得到的是兩萬美金 然後還有WCS積分三千 那第二名的話是一萬美金 然後WCS積分一千四 第三第四名的話 大概是 第三第四名是六千五百美金 跟WCS積分九百 對 實在畫面上這個是LIB 所以這一次參賽的選手 基本上 是不是確保三十二強 喔沒有沒有沒有 欸 對對對 這次如果說是 譬如說我們台灣派過去的選手 他是直接從三十二人 三十二強開始 但他們在當地 他們在當地是有一個海選賽的 那海選賽昨天已經 結束了六四人的海選賽 那現在開始是 從三十二強的 三十二的小組賽開始 那接下來的賽事 都是採三戰兩勝 雙爆挑戰 對 前二名都會進行 爆雪的比賽 獎金還是不錯的 對 我目前看到的話 三十二名 就有一千多美金的 的參賽金 其實蠻多的 還不錯啦 我覺得 因為 雖然說我們去比賽的選手 很多都是 不管是受到主辦方 或是爆雪提供 機票飯店 對 可是有點獎金 那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剛剛那個小幫手 阿吉 小幫手阿吉 剛剛有把賽程表 因為他賽程表是 一個小時 前才公布的 他是在賽前才公布的 這麼 這麼臨時喔 所以我剛剛其實我 九 我大概九點多就到了吧 那時候有去跟他們要 相關的賽事東西 那時候因為 賽程表還沒出來 他是剛剛才馬上弄出來 就可能是現場抽籤之類的 對對對 現場抽籤了 他們想要公平嗎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針對的問題 對阿 就說我針對你 你針對他這樣子 哇這個傢伙好激動 這個傢伙 你知道他 他有打GSS嗎 呃 我知道 對阿 他之前拿了一個冠軍 Elazer 應該是念Elazer 我 我之前比賽的時候有遇過他 他那時候 喔這比賽遇到 呃 對 我在我退後期啦 我參加一些比賽的時候 好像是去德國吧 哪裡有遇到他 他那時候可能還沒有那麼出色 是你上次去德國的時候嗎 呃 我忘記了 你上次去德國 就好像就是他奪冠那一生 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一起去吃麥當勞 我記得很清楚 我們從我們飯店走過去 我真的忘記是哪一場比賽了 反正是在歐洲啦 對啊 我看看 他那時候好像還沒有這麼好成績 所以說他只能講 透過大量的練習 你可以把你的天分 激發到一個最大值 對 當你練習還不夠的時候 你還沒有 你還不是完全體 我只能這麼講 欸我在想他為什麼一直要撥Nib 我們等等是不是要撥他的比賽 我現在在載NICE的賽程 但是我一個眼睛脫窗 我找不到NICE 他剛剛是Going的Nurture嘛 沒有他一直撥 就算是Nurture 對不對就算是Nurture 也是剛剛打Nature Nature打那個Nib啊 所以說 所以說我在想是不是等等是Nib要上 但我現在一直找不到那個NICE的名字啊 來交給你處理一下 好啦我找一下 我真的找不到 他是不是 改名字啊 沒有啦 我來看一下 對啊你來找一下 你看 搞笑我們唯一台灣選手找不到 對啊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也找不到 喔這是今天是從64強開始嗎 喔好 所以今天是64強 好啦那就是我們誤會了 我們後面有人跟我們講了 我們今天是64強 對 我原本以為是今天是從32強開始 難怪打三天 難怪 難怪剛找半天都沒有找到NICE 所以說今天的下半場 喔所以說今天下半場就是從32強開始 因為今天聽說下半場就會 我們這邊台灣方是有出一個OB手 可以直接跟著那個NICE比賽打 我了解 對 因為其實 如果讓你選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會想要 去看一下NICE比賽 因為他真的狀況不錯 我不知道他後續的練習怎麼樣 但是在他之前的情況下 他一直都維持在一個水準上 就是 如果他能做出一眼突破的話 我覺得他的表現會更加 那你覺得他缺的是什麼 我這樣講好了 我就講之前 我們去 我們去那個 算是 那個亞運杯 亞運的時候 然後也有跟中央熊 因為 那時候韓國沒去 就是基本上 他們的對手就是來自中國的西瓜跟那個 那個IA 然後他們兩個碰到NICE 完全 就不怕他 完全不怕 而且還不是不怕 我會覺得 我覺得我會贏 那種感覺 就是我怎麼可能輸給你那種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NICE的風格很明顯 他有一些神族打衝族的風格在 他自己可能 不知道 就是 我白話一點 就是你容易被針對 這樣懂了嗎 應該說他的打法 是教科書式的打法 但是 就是因為他是教科書式的打法 所以很好針對 就有點像是你之前的打法 我們都覺得 SAN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高牆 但是SAN每次都打運營嘛 對 因為運營你是無法針對的嘛 對 如果你是戰術的話 你是有一些東西可以針對 而且 很難去防範 因為 我這樣講好了 你天梯練習到多高分 因為對手不知道你是誰 不知道你會放什麼戰術的 情況下 他不會針對你 他只在練習 可是比賽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必須講 大家為了勝利管你去死 針對死你 真的別鬧啦 那時候要打比賽對不對 譬如說今天SAN 在Ohana那張圖 在2分10秒的時候 在3關會有一隻蟒蟲 我們就會去抓到一隻蟒蟲 對 沒錯 對方 只要有心想要取勝的對手 會稍微研究你 因為其實每個人在線上的資源 其實都有線啦 都稍微可以看到 所以說你的一些風格 你要是能比賽的時候 完全不做調整的話 是容易被針對的 所以那時候NICE是完全沒有去針對對方 就是打他自己的嗎 我不敢說啦 我覺得一定都會 一定都會 所以你身為教練 是不是當時應該幫他分析一下對手 那可能是我沒做好 所以導致他嫌小輸了 所以他最後那一次的成績是 他是第四名 喔 第四名 因為那時候碰到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是四強的時候 兩個中國兩個我們台灣的嘛 NICE跟SAN 剛好四強就是台灣跟中國 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嘛 其他國家是來玩的 他們是直在參加 不是有一個蒙古高手 呃 喔 對不起我搞錯了 對啊不是有一個蒙古高手嗎 是 八進士的時候 SAN 要跟那個蒙古打 然後 NICE要跟那個誰打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呃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NICE必須要擊敗 那個西瓜 他贏的話就進入冠亞軍爭奪 對 他輸的話要去三四名 然後SAN是跟蒙古的爭奪 對 一樣是贏的進冠亞 輸的去那個三四名 所以他就是那時候 NICE輸給了西瓜 所以 然後所以說那個 所以說他就要他就要他就要他就去 不過其實NICE 我覺得他現在的他跟當時的他還是有一段差距 他現在可是曾經夠到6500分的人 哇 你知道6500分是什麼概念嗎 我知道 你記得我們前 我有在玩 我們前段不是在播GSO嗎 對 我們不是有講的這個看起來 好像沒有很強嗎 查一下 6200 GSO選手6200 對 NICE是6500分 我們是賽評 我們的要求肯定是比較高的 對 當然 你打的比賽內容怪怪的 我們就會看不下去 就會想要念你 確實 這個是肯定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對阿 而且我覺得 主要是 看得夠清楚啦 所以你的一些小問題 我們會被我們給放大 對阿 我只能這樣講 對阿 希望NICE這一次 真的是可以拿到好成績 我們 所以目前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上選手 以NICE來講的話 跟HARS好了 我先以他們兩個比較準 因為其他人的 成績 畢竟還是不如這兩位台上選手 對 目前的表現 他們我覺得他們還沒辦法得到一些 實質的成績來證明自己 我覺得這是他們需要去爭取的 目前真要說在世界上 以星海真霸2 成績最好的應該還是你 因為之前 大家還在成長進步的時候 我就已經 我就已經 因為有以前星海 你那個感覺比較像是 現在的實力 回到五年前去打 PSO的感覺 對 就大概是這樣嘛 對阿 也就是說你這五年 其實也沒什麼 哈哈哈哈 這就不好說了 這就不好說了 有啦還是有變強啦 沒有就沒有了 對 但是接下來的話 目前台面上 目前成績比較好 應該就是HES 他擋到16強嘛 對 我只能說 他們兩位都很強 對 只是NICE可能認真比較多 對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等賽斯幫 那個進入比賽的時候 我們再回來 好 好 我們先進入比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幫到嘛 其實他是給我們說那個64強的名單 然後那是昨天已經打完的 64強應該不會包含NICE 因為他是晉級的名單 他們是直接那個的 直接就已經打到 晉級就是32強保送 我相信這賽事一定是就是 64強去取出一些名額 去進入32強裡面 跟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晉級選手 然後來爭取32強往上打 我剛看了一下那64強名單 其實也不是開玩笑 真的嗎 也是都很強 因為乍看之下就很像32強名單 很多都是看過的 對啊 你其實一定也是有實力的 有自信的才會去爭取這個機會嘛 對 對啊 這個這個 而且這個 你知道這個賽事前身是叫軍Hack嗎 我知道 因為他算是 WC也算是把 他們各個賽事統籌起來 對我知道 我賽事去打那個 我晉級 我賽道冠軍那個 那個瑞典那場那場賽事 其實也是軍Hack啊 他們都已經把他算是 做一些合作的方案 對 對 軍Hack打不切是這樣子 對 那我們剛剛 剛剛我看了 剛剛問了一下 那下一場應該是人打人嗎 CAS打那個 Hero Maroon打CAS CAS是人類嗎 CAS是人類 Hero Maroon也是人類 你知道Hero Maroon很年輕嗎 我知道他很小 那時候 詳細幾歲我就不知道 我記得我13年的時候 年底知道這個選手 他當時15歲 13年年底 對 所以現在應該是 19、18吧 19、20而已 差不多啊 其實講真的 現在這版這個遊戲 基本上也是適合 幾乎是所有族群的啦 因為 他其實沒有這麼難啦 相對來說 只要你想玩 基本上都可以 所以 最之前 我們韓國最成功的 那個 那個 誰啊 那個誰 最強那個人類選手 老包嗎 不是老包 不是老包 不是不是 最強的人MVP嗎 不是不是 新海一新海一 新海一人類選手 Flesh 對 Flesh 我就在講他 講不出來 我現在知道了 好 Flesh 你看到我的臉 還講不出Flesh嗎 你說你剛剛很像嗎 不覺得長得很像嗎 其實有一點點 你們大概有30%這樣 30% 就是你們是這種風格的 對 但是 五關什麼就比較不一樣 這是我們等等比賽會出現的圖啦 對 那裡面也參了四張 這一季的新圖 有生命資源 潔流 挖地 強栓工廠 東方守望 還有三張是 上一季天梯的圖 對 好 其實都是一些天梯圖啦 我覺得應該 選手練習上應該都是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 這次新圖才剛上兩天 真的嗎 因為我們記得 哇 我們那時候播GX的時候是禮拜三嘛 對 大概是禮拜三禮拜二那時候換新賽季了 好 那我跟你講 要是真的照你所說的話 我覺得神族 小虧 你覺得 欸 對 我以為你會說神族優勢 沒有啦 星圖剛上最有優勢是哪一組 我覺得 不會差別太大 但是 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星圖對神族什麼的 比較不好一點點 因為防守上的細節有差 對對對 跟一些地圖上你要在哪邊野東西 對啊會有差 那你覺得崇祖嗎 崇祖真的很無所謂我覺得 崇祖一個地圖出來之後 他基本上就已經被定型了 如果他寬闊那我們就好嘛 所以你覺得 星圖對崇祖來說是 但現在 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像以前這麼吃地形了 以前只要窄就是不好 就是立場的圖 對 現在地場很多方式很多解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都不是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其實也不了解 現在什麼 怎麼樣圖的特性會對哪些組的優勢 我自己的理解是星圖剛上的時候是 進攻的那一方會有優勢 結果你如果是主動的種族 或是主動的戰術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對方的防守細節 可能會因為圖不太一樣 對可能吧 我覺得一點點認同你的說法 對 好這是第一場 我乍看之下好像是我跟你打 對 最好是像啦 剛剛乍看之下那個選手 結果下面是我和你的名字 沒想到我們的對決 我是覺得不像啊 你們怎麼看 觀眾怎麼看 我是覺得不像 好 所以等等就是CAS打Hero Marine 那兩個都是打蠻久的選手 CAS我比較不熟 但是應該也是老將 Hero Marine也是打很久 Hero Marine 我之前還在打選手的時候 他就在了吧 CAS也在啊 只是他們都不是那種一線的人 讓頭上的選手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韓國還在幾乎統治整個歐美地區 所有的賽事他們幾乎都包辦了 所以這些人都還扶不起檯面 都被壓下去 我們剛剛其實那個片頭 不是有一些比賽的那個嗎 他其實是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播那個了 他是把前幾次WCS的冠軍賽 的那個冠軍播出來 所以我們才看到Nieber 然後那個Elise Nuture Nuture Nuture也拿了冠軍嗎 Nuture不確定 他剛剛有播他 好 欸對啦好像有拿一個 他好像有拿一個冠軍 那應該是啦 對啦 不過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要 我們現在是要在等 他就是 那個 他們那邊在開場 好 好的 這個主持人 很狂 為什麼很狂 你也可以像他這樣很狂 所以現在是 現在是當地的四點 這個地區是什麼地區 我們現在這次舉辦 這次賽事的 萊比錡這三個字 我一看就知道是在 哪裡 歐洲 好的 不重要 你又知道在哪裡喔 我們比賽 因為我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我是李祖 你知道嗎 應該是 我們觀眾一定有人知道啦 問他們就知道了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啦 這兩個 我就是紅色衣服的啦 為什麼 我比較帥啊 你說另外一個比較沒那麼帥 你怎麼可以以帽子 沒有啦也沒有啦 以我們亞洲的 的審美觀 其實就是 臉要小一點嘛 對 然後 那個 五官細緻一點 就會是比較容易是帥的標準 戰績是21勝11敗 這是統計哪裡的啊 呃 off off season off season 啊 我知道在哪 德國啦 時差 時差差不多 7 7個小時 所以你知道德國和台灣 時差7小時 因為才剛去完回來嗎 哈哈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6 7小時差不多 那個放 看一下喔 這個最好的 這個卡石最好的成績是在 2014年是 32強 所以大概就是 差HES一點 HES打到16強 32強 就是耐斯等級 其實我覺得 我們常常有每次出去幾乎都是過一輪 不然就是直接GG了 我看到的都是這樣子 幾乎都是GG啊 但是能過一輪的 好像目前 近期內就HES 就過一輪 然後現在就GG 然後 我上次看他近期去 去中國參加了一個 打WESG的 算是選拔賽之類的 你說HES嗎 對對對 好像HES跟NICE都有去 對 然後我看他跟那個 馬路打 他們打了個BOW 我的天啊 他那個戰術連放的 他連放五場 也五次 不跟你誇張 我講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哈斯這麼貼 其實他的風格是不錯的 可是別說欸 他連獵五場以後 我跟你講 怕是2比0先 一戰成名啦 你知道GS每一場都在學HES的打法 就是 不是說學 是說 用 用在他自己的 比賽中 就算系列賽裡面 可能BOW3會想用一場 他這種東西偶爾用真的效果很好 因為對人類要怕 你知道後來 馬路後面三場不是被2比0先嗎 後面三場針對到一個不行 不開礦就不開礦 科技盤超快 他虛空他也飛機場嘛 可能就出千隻之後就直接虛空 可是他打的時候是 不偵查的時候直接單框嗎 他都這樣啦 對啊 因為你不偵查直接單框的話 正常來說人類不會這樣打 有偵查看 每一場都野啊 所以他就 他就去尋啊 全尋啊 然後就看到 你能看不到嗎 因為他一定野 對 你看到然後後續就會一直給你壓力了 因為之前是讓你蓋好嘛 出空軍都沒有給你壓力 後來去可能會有那個 機槍兵馬死神 然後可能火車什麼 樹潭圍巾之類的 或者是配那個導彈車 就會去弄你的水晶 讓你在非常 就不會讓你野那麼舒服 就直接 讓2追3打回來 不然原本先拿2分耶 馬路耶 要是他可以變換風格 那你不覺得很好嗎 難道Haz後期不強嗎 這影韻戰場後期不強嗎 呃 不可能吧 其實 那個 前陣子有個 就你剛剛說的WESG 台灣區的 最後的 欸 WESG 我上次有播一個 我不確定是 那個是阿里巴巴辦的嗎 呃 你不太確定對不對 就是他們最近有一個比賽是 最後四強 我也不太確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應該是 不然誰這麼有錢 好好 20萬耶 台灣 台灣區那一次的四強是 Haz Nice Rex 跟 Expect Haz那一場最後是 拿了台灣的冠軍 他打的那幾場 都打運 那為什麼打國外的 就要打放招 因為打國外的時候 他覺得那個打法 是他最強的武器 我覺得真的要混著用啦 我覺得人都是會應對的 馬路直接被他弄爆兩場 對啊 你試想 如果他今天最後場是打個變招 那你變招不好嗎 然後可能 兩場搞嘛 然後或者是一場搞之後 就是轉營運之後可能 最後再來搞的是 人類又不知道你要不要搞了 他又很怕你 其實Haz那個搞法 我那天看下來 那天我剛好都有看 他很針對那種開二礦的人類 可是人類基本上都會開二礦啊 所以他就針對得到 如果是天梯喔 那後備幾檔都不開礦 那震盪到你又贏了 就反而是自己被針對 那個飛機場速度超快 他過去危機已經有了 直接在屁股他了 你說他的 他那時候 那時候黑石應該是五場都虛空嘛 他就是先 他就類似那種野外面嘛 先一個先知 然後電池蓋臉上 然後虛空就可以被補血這樣 後續就知道怎麼應對啦 虛空 那個不是 直接反應如產圍巾 直接射爆你 就是我覺得 星骸這種擊掌力就是 幾乎沒有是無敵的戰術 除非以前那種三不朽的立場 蹦死你 但現在不行嘛 三不朽就是完全全靠操作的嘛 對不對 主要是現在幾乎都是打戰術 在戰術中的對抗 所以幾乎沒有 不可能有什麼無敵的戰術 只能有什麼 你這個戰術遇到某些東西 某些情況相對很強 對對對 這是我覺得還是最可惜的地方 他如果說可以更靈活 運用他的武器 對 和他的運營勢力的話 BO5可能會有兩場一場 最高到三場會使用 但不是五場大哥 五場是真的有點多 你去看五場BO5嘛 對 五場都用 在浪二追三 所以他那場結束就沒了 對阿 沒有他們好像還是晉級的 他們那個好像已經是 可能六個人然後選兩個 那個賽事我不瞭解 他好像是譬如說前十六場 還是前十個人 很多很多 那是我聽說的 都會取得到 進入總決賽 下一輪的 打不切實總決賽的門票 但是他們那個 他們都已經是有門票了 他們在爭取獎金 因為他們之前會有一些比賽 可能八個人同一組 然後你要跟每個人都打個BOW1之類 類似這樣 然後前三名晉級 他那個其實 我看那個賽事已經不重要了 可能也是哈斯也覺得不重要 亂打 他都晉級 就是爭取獎金 其實 也有可能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還是覺得 他穩晉級了 所以那一場不重要 所以他不暴露他的戰勝 也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我覺得不可能 我覺得他就是想打 你覺得他就是覺得這樣會贏 前十名晉級 所以說 那時候哈斯也已經進八強 所以他根本隨便打 但是 我覺得能贏還是好嘛 因為他第一名獎金 可能也是有一萬多美金之類的 就是好幾萬人民幣 可是他晉級的話 之後再 他把他的戰術 用在他後面不是更好嗎 欸 這個人是很熱是不是 呃 你看到他 臉上的水珠嗎 他可能緊張嘛 冒冷看 德國 德國可能空調開太強 空調開太強應該會冷吧 沒有啊室內啊 我跟你講他們室內 在比溫暖的喔 都是暖氣是不是 我跟你講對 所以你那時候去的時候也是溫暖溫暖的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蠻溫暖的 可是現在這個季節應該更冷 好的 馬上就要進到我們今天第一場比賽 精彩刺激的人打人 我覺得現在人打人 已經比以前人打人來的好看一點 這看起來是不是 這看起來是不是六四強 Ground Tag Stage 2 六四 不是啦 他是說 他是 我英文不好 我幫我翻一下 我剛剛想翻一個 我想說我們這個SAN哥出國征戰那麼多年 英文應該是挺棒的 還可以跟外國人對談嘛 對不起 所以你怎麼看 我剛剛是想要解釋說 他應該是指 他是六四強 晉級上來的選手 但我現在也不太確定 有可能喔 但我也不太確定 好啦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這個就是六四強 我來看一下那個賽程錶 我現在其實我想確定一下 我看到了 我們現在播的是一組 因為六四PLAY的旅賣 其實講真的啦 字面上就是這個意思啦 這個是六四啦 雖然我們今天就是播六四強 然後今天還是三四強 對啦 然後現在這個是一組 觀眾都比我們了解 我們兩個在那邊狀況外 真的 觀眾都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現在沒有把維基百科打開啦 也是啦 那個SC2維基嘛 上面基本上該有資料都有 對 我們現在播的是一組 然後是HUO馬林隊上CAS 好的 然後他們同一組還有另外兩個群友是Haston 跟那個 這個我沒有看過 H E L T E N 所以說 我們現在這個主播台 因為我們現在是跟 英文方的主播的畫面嘛 對 等於是我們就亂播嘛 對吧 因為他們應該會同時進行 因為我們這區打比賽的時候 都是台上有一群人打 對 他們這怎麼打起來了嗎 喔沒有 暫停了 哇馬上出問題 不是不是不是 他們這個在測試啊 喔是測試嗎 打起來還在播這個畫面 就太搞笑了 你說直接拍他的第一次 還在拍 對啊 他們應該還在測試啊 欸我很好奇為什麼是播他們兩個啊 這表示他們兩個的實力在歐洲絕對是 不不不不 我告訴你 我就跟你講的最難 請問一下這個比賽的國家在哪裡 德國是不是 所以 你要不要看一下Hero本力的國旗是什麼 長什麼顏色的 好有道理喔 他是不是 長得跟德國國旗很像 你確定在德國喔 我告訴你今天辦在台灣 我告訴你 我們上面就是 主台就是那個台灣選手對不對 對 大家會優先想為自己國家支持什麼 這是肯定的 對 非常合理 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這麼多場 等於是播哪一場都可以的情況下 還是會優先選這個 你看 這傢伙 為什麼 我剛剛說他冒冷汗 對 他很緊張啊 他是客場嗎 他客場好嗎 很多現場德國的觀眾 來為他加油打氣好嗎 他不能輸啊 我只能這麼講 幫他加油他應該是主場 肯定啊 這個CAS是烏克蘭的嘛 烏克蘭嘛 你認得這個國旗喔 對 我完全對這個國旗一點概念 歐美的國旗都這樣 幾條顏色畫來畫去 對啊 那你怎麼分得出來 就看習慣了 因為之前我打比賽有幾個 是 各種 烏克蘭的朋友 那個 威羅嘛 然後 迪馬嘎 那幾個 就是跟我最早期的時候 打星際的時候 刷威羅 我上次去那個賓斯康的時候 有看到他 對他有去 對他有去 他去Twitch工作了 蛤 真的假的 我聽說的我不太確定 但是應該是真的啦 我聽說的 因為我有看到他發的一些照片 應該是 也差不多啦 我們都已經是 你知道嗎 好漢噗提當年有 我們當年都很強 但現在 對好 現在看來那個選手的 配備有點問題 要再調整 好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聊好不好 好 待會見 好 好 好 最快 好 好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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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其他優勢了 因為我剛剛是指真人格鬥 有沒有巨大優勢嘛 你會看看他的肌肉 看看他的體格 據說很多歐美選手在打星海之魚 也是有在練體格的喔 不是 他們本身就會有興趣嘛 很多那種壯男都是來自歐美的不是嗎 壯男 你看這個叫做瘦成這樣子 這根本經不起打的好嗎 所以說打起來果然是有絕對上的優勢 但是在遊戲上就難說 這就是為什麼電競 在現在這個年代可以取得這麼好的領先跟優勢 大家會這麼喜歡 因為大家都公平 大家都公平 我跟你講啦 好啦 我跟你講啦 我們這個身高你也知道 我們去跟190公分打籃球 你知道這叫做什麼東西嗎 這叫什麼 這叫做狗跟狂戰士對決好嗎 你注定要當狗 注定要當狗 異化蟲 對 異化蟲 反正 你不見得一定輸 但是你就是有巨大的劣勢 在很多運動上 都會有這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在 是 那電競有嗎 我跟你講手指短的也可以把鍵盤都設定一下 現在鍵盤每塊鍵都可以調位置 我跟你講以前啦 我就講以前的例子好了 以前 我打現在也賣1的時候 因為之前的遊戲 沒有像現在遊戲設計的這麼多 以前是不能調的 對 最早是不能調的 所以說以前 我不知道每個人 如果現在電腦有錢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用你的小拇指壓Ctrl 用你的大拇指壓 那個數字鍵0 就是1到0嗎 對 我以前都是這樣編隊的 因為你手大嘛 對 我可以很輕鬆壓到 按Ctrl0 Ctrl9就是編隊 然後我有些朋友 他是壓不到的 他只能壓到8和9那個範圍 意思就是說 我有先天下優勢 對阿 你那個手太大了 現在 誰跟你們壓0 神經病 你把他改過來就好啦 你可以Ctrl押到F就好啦 什麼啦 你可以自己調整 新海鎮罵易他也是 這一次重製版之後 才出現可以改六件的 對 因為以前玩神主的時候 那個按公命按P啊 對 就是你要 這個太不能性化了吧 難怪那個神主選手很難奪怪 對 沒有 想真的阿 你玩久了都還是會很習慣 對 只是我只能這樣 我還是只能講 電競的競技 真的 幾乎是人人都可以 人人都可以 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優缺點 只要有心 跟實力跟天分 好馬上進到比賽了 第一場 是來到紅粉不夜神 那右上角的 藍色人類 是Hio Maric 主場 這個叫主場吧 還是叫客場 果然這沒看什麼球賽 我也不太確定 主場吧 左下角紅色人類 是Cast 這要來踢館的阿 因為你說誰是他們國家的阿 Hio Maric 是德國的 那叫Hio Maric 是主場吧 這有需要 有需要 有需要問嗎 是你提這個問題的 我根本沒有跟你要提什麼 你看他們臉 那Hio Maric 一點就德國人 那Cast 一點就烏克蘭的 是這樣嗎 我覺得每個人 臉看起來 我跟你講我講真的 你擺一個日本人 跟一個台灣人擺在你面前 你信不信你也可以很輕鬆 我覺得對啊 因為每個地區都有每個地區的飲食 跟文化跟氣候 你完全懂那個德國臉 是長什麼樣子 差不多就是那個樣子 他很德國啦 真的啦 我們剛剛那個 OB 剛剛切的一個視角 他把那個補給站放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很神秘喔 只要一個補給站 就可以把那個入口跳 擋住 對我覺得這樣地圖 這樣設計 這樣設計 就沒意義啦 他那不就是要給死神跳的嗎 他其實原本沒有那個跳台 但那個跳台是因為 我猜應該是因為 這個版本人類相對劣勢 所以說他才做那個跳台 讓死神可以做偵查 但是那個跳台 他也沒有把它設計得很OP 這樣可以直接開礦 他應該是無星X6 想說就挖個礦 我跟你講 歐洲人類內戰 千萬不能小看 千萬不能小看 人類歐洲內戰 第一場 兩個人就直接開了礦 我跟你講這兩個人 我都還開場前 我看他們的臉 我就知道我們要開個礦 太明顯了 他們都打營運的 你知道他們營運超強嗎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六園打比賽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被淘汰了 所以我去看那個 IA跟他們的對決 我記得有一場 是IA跟Stefano對決 他們打到很後期的重打重 那什麼四礦五礦 然後多線 盾地蟑螂 那埋來埋去 然後打著IA就跟我說 我覺得我打不贏 他是練習嗎 對他們在比賽 比賽 比賽他怎麼跟你說 他覺得他打不贏 就是賽後嗎 因為後期他練得太少了 他覺得越打 Stefano越強 因為他經驗很豐富 這種東西就是你練得多 你就會發揮得好 他們很久在打後期 其實這不能怪IA 因為兩個伺服器的風氣差太多了 韓服就是你知道嗎 不是我把你衝爆 就是你把我衝爆 所以像他們的人類內戰 對不對 他敢這樣開嗎 如果在韓服的話 你可能已經被 也兩個兵贏了 我跟你講你在韓服 我跟他講 不是你把我衝爆 如果兩個都沒衝 兩個都在懷疑人生 欸 你是不是要衝我 等一下等一下 你居然沒衝我 我們玩的是西蘭針爆啊 不行不行我要衝你 那真的有差 那風格真的有差 對 在歐服的話 像我剛剛講衝大衝 像歐服就比較容易過渡到那種 大後期 因為他們不喜歡衝啊 他們什麼12D 提狗出狗毒爆 我跟你講 我們韓服你去打 你去打打卡 我跟你講20%一定是這個戰術 20% 你打五場 蟲打蟲 我跟你講五分之一至少中一場 這麼多 我跟你講神打蟲也是啊 神打蟲也是啊 你打了五場可能就有一場被蟲 對對對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啦 就是那個風氣真的是有差 對 那在歐服的話是比較容易過渡到後期 他們比較喜歡享受 遊戲這種過程 喔 啊這麼快取得勝利也沒意義啊 是這樣嗎 我猜的啦 就每個人風情不一樣嘛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那個 我們亞洲生活壓力大嗎 喜歡素散素絕 對他們就是 壓力小 哇這居然殺到一隻 哇這四台我這都回來了 喔全身而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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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ok的 鷹腰 電塔 我覺得這個 這個卡子就有點過分了喔 他其實剛剛硬走的話是可以走掉的 對啊他剛剛就剩那麼一點點血 他其實沒有必要在那邊硬打 而且他站在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在那邊打工兵 有人說今天會播到16強嗎 我告訴你 不可能 今天會播64強 我們有三天 跟32強 各位觀眾我們有三天要轉播 我們可以留一點東西到後面播嗎 今天播到16強請問後面播什麼 第二天播到怪亞軍嗎 然後最後一天播總決賽 打Boss 打Boss13好不好 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賽事轉播那個萊比錡尋巡迴賽 會總共是分三天轉播 那今天是從64強32強 那明天是16強 最後一天的話會直接為大家帶來那個總決賽怪亞軍 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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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呂妖 喔 那 這樣子看到應該是心中的 他好像沒看到喔 有嗎有嗎 導彈車你 位置 這行這行 他剛剛真的沒看到 有看到現在不可能不理他的 這至少殺兩三種 喔 兩隻 這個CAS 眼力不太好喔 剛剛運輸巨跟呂妖其實是蠻明顯的插身過 所以應該是雙方都看到對方才對 對 理路上應該是要這樣了 你看 這個就看到了吧 三隻救難兵 四隻救難兵過來馬上協防 好了 配一個女妖是沒問題 喔唷唷唷唷唷 哇 這女妖什麼都鬧不到欸 這邊的陸戰隊也是什麼都被鬧到 對 這樣子 欸欸 幹嘛幹嘛 欸 欸欸 欸 印出機寫太多是不是 他這個飛法也是蠻吵的 欸 降這裡 有想法 我跟你講 降這裡我只能跟他說有想法 誰會想到降這裡的 我也沒想到他會降 你要降也是降別邊吧 你怎麼會降人家門口呢 我跟你講就是要讓敵人猜不透你 這個位置搞不好就是他 精心策劃是不是 對 沒錯 這別人視野看得到 降這裡我是覺得不太給面子 你雖然這次你是客場 你來踢館你也不要這麼不給主人面子 唉唷 繼續投 這船又是丟下來直接蒸發一隻 他剛剛好像是想要把ACP 建設見死 有沒有可能 欸 有可能 還是要投在這個坦克後面 這很硬要欸這個人 哇 這硬修應該是修起來 這可以欸 這修不起來 他救援兵DPS很高的 只是他也回不去了 但是這些救援兵賺了一台坦克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吧 還可以吧 畢竟坦克還蠻貴的 一二五一百嘛 他用五隻機箱兵來換還行 人家還帶一個妹子啊 妹子也爆了是不是 我覺得小虧啦 我覺得不賺 絕對不是賺啦 我覺得就是 他的妹子也爆的話就有點虧了 造價是遠遠超過那個坦克 對 他就實際在坦克跟幾隻專兵而已 其實是比較不划算的 他們兩個都走生化部隊喔 沒有 欸 有嗎 沒有 喔對 生化 生化 兩邊都生化 你請問你哪裡看到機械化 你告訴我 沒有 我剛剛把你的生化想成機械化 生化 生 生 生化 我想說看到那麼多陸戰隊 你跟我說生化 那我還想說五個陸戰隊是生化 沒錯 請問你現在有問題嗎 輝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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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主播輝 賽瓶獎的話你有什麼需要質疑的嗎 沒有 賽瓶獎都是對的啊 看到沒有 一群機槍兵 這隻肉體好嗎 所以我們叫他生物的生化部隊 我剛剛把你的生化臉還是想成機械化 沒有啦 那叫機械化好嗎 那最近看太多人打成機械化 這應該可以殺個幾隻 是沒什麼問題的 如果說這時候是Innovation 導彈車其實 防守能力效果還沒有 他是整個發呆狀態喔 不然其實剛剛女藥根本殺不到什麼東西 鎖定他 剛剛他幾乎是發呆 完全不拱 剛剛阿吉跟我講這個HAS 這兩個都是歐服頂尖的 我怎麼看不太出來 幹嘛幹嘛幹嘛 這個怎麼可能有想法阿 其實CAS也算是防得很好的 就是到處都有嚕防空 他的主礦那邊 門口那邊好像防飛龍那個防空 他也有蓋一個 那個蓋一般是打人類 打蟲爐才會放的嘛 我們的CAS有沒有什麼想法 部隊來到12點鐘方向 你知道如果是Innovation的話 可能會把那個隱形女要伸移動速度 那三角角兵表示 我也想跟你們一起戰鬥 來來來 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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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什麼想法 可是這邊有丟坦克 不要過去不要過去 有坦克防守 你可以不要過去嗎 你在上面 打掉一台 他這樣被守下來 他幹嘛過去阿 這樣我覺得這一波就虧了 你說他的陸戰隊應該要保護他的坦克 你就站在那邊阿 你轟建築物不好嗎 你轟建築物 也是Hero魔林要擠 你看他剛剛過去被轟那麼多 他還可以還活到現在 他剛剛要是全部站在瓦斯 左上角那邊 架著不動 對方就變成他拉攻異怪上 對方要硬上阿 怎麼上都賺 你看他這樣都可以上一下十三龍了 何況剛剛在左上角 就是讓Hero魔林的坦克轟不到範圍內 範圍外 那不是效果更好嗎 會不會打人打人這兩個人在搞什麼 這兩個頂尖人類好嗎 是頂尖的嗎 對頂尖人類喔 這絕對是頂尖喔 好啦賽平真的是上帝視角 對不要講一講 人家到時候這一次冠軍就是 Hero魔林或是卡斯之一 你不要說不可啦 這兩個冠軍我最把麥克風 你的表情讓我覺得 我直接把麥克風克了 你說他們兩個如果拿冠軍嗎 我直接可能性會把麥克風克了 所以你到底是要克還是不克 不會阿 我克不了阿 很難克 你是會怕 你勇敢一點嗎 我很難不怕 很難不怕 很難不怕 就克不了你知道嗎 這兩個這種水平要怎麼打贏 我覺得奈斯就把他們全都拔甲了 那你要不要克嗎 如果說他們拿七中跟冠軍 就這個嘛 就這一次 我們再交流 因為我已經輸了 我跟阿吉讀什麼你知道嗎 我跟他讀兩個月瘦9公斤 他四十幾天給我瘦了9公斤 我直接輸他100美金 我真的不知道該做什麼 總共是多少 兩個月內瘦9公斤 我就輸他100美金 為什麼是9公斤阿 就 差不多嘛 反正就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講好就好 對對對 反正我覺得他一定也達不到 所以就隨便 就他居然 這麼快就達到 我直接噴100美我無言 減肥成功 還賺錢 一舉兩得 真的是一舉兩得 而且是賺我們重亡的錢 對 我很不爽 來來來來 大戰一觸即發 這波大的 其實現在人打人 已經比以前主動很多了 我覺得 現在人打人比以前好看一點 以前幾乎就是猥瑣 因為坦克太強了 那現在因為有解放者的關係 所以變成你 猥瑣不起來 坦克直接把你正面 全部點爆 對 就是你存地面也不行 你現在人打是一開始存地面 然後後續要轉型 就是變得很多樣化 唉唷 就像剛剛這樣 你看 剛剛像這樣不是很好嗎 猥瑣人家的建築物 對啊 你根本不擠啊 你不要讓人家坦克上 Jummy退一下 Jummy OKOK 你看 他現在誰要擠 他現在是不是Hero們人要擠 他坦克還可以架個右上角一點 我覺得他 他直接全部塞上去 Hero們人家的不好嗎 女妖 唉唷 居然不是解放者 這是隱形的啊 對啊 這在幹嘛 好像有點痛苦耶 他必須要 他其實可以考慮這時候全部丟他家 對啊 我剛剛有講啊 你看那個主礦那邊應該是沒有什麼防守 對啊 我看就沒有啊 他幹嘛 他可能覺得他有防守吧 他覺得他 他可以少一下 他少一下看他沒東西直接丟上去 超級優勢 對方又沒有圍巾 他也不用怕被打 對 可惜喔 他剛剛 我覺得是剛剛運出力太少了 他剛剛運出去如果有六台 像這樣子 六台應該就可以載上去 他就全部丟了 其實剛剛四台也夠傷了 我真的覺得他 他剛剛運過去 怎麼樣都不會虧到哪去 除非那個海 空中有圍巾攔截你 他可能也是怕有圍巾啦 可是對方就沒有圍巾 完全沒東西 我們是上帝視角嘛 所以我們大家知道怎麼做 這個陣型 陣型藍方會很崩盤喔 南方攻盤 他完全是被 陣型完爆 結束 這真的是陣型完爆 這個 我就跟你講 人類打人類精不精彩 對 一波會散 完美的包夾 就取得勝利 其實剛剛忌我馬力看到的時候 他並不知道後面的坦克的數量這麼多 那個肯定不能打 你肯定就不能這樣做 有 你剛才看到人類的配兵 就是最後面配坦克 這個要怎麼守 這反應也是蠻快的 他現在有兩個主動 兩個選擇 第一是壓你這邊 第二 全部運去你家 請問你要怎麼守 當你部隊不夠多的時候 他就先加著 先給你壓力嘛 欸 全部送光了 你看到什麼東西嗎 我看到一群 一群 阿兵哥排排站 我看到塔房 塔房 可以不要再 這麼重要比賽玩塔房嗎 很 很貴好嗎 欸他是不是有分 一波 他真的 他真的不想上去 不要在塔房啦 這邊也在塔房 塔房喔 OKOK 兩邊的塔房能力都很強 因為這個坦克只要一打到對不對 就會 那個會戰隊就被吸過去 所以你要可以取啊這裡 不要再TD了好嗎 各位 這兩位選手 這很 攸關獎金啊 欸其實他真的可以掃一下人家主動 看一下能不能丟 他沒掃好嗎 他掃他就過去 他是有放遼望塔 有放啊 但是沒有啊 他沒兵也手來不及啊 瞬間打針過去根本 瞬間那個加速火箭 火箭噴熱過去 根本來不及好嗎 幹嘛要衝啊 你跟我開玩笑 你衝一下 我跟你 你要吃麥克風嗎 你要吃嗎 我跟輝繼續轉播這場比賽 你們要吃麥克風是不是 他衝下來衝下來 沒有啦 那個啦 攻防什麼都一致啦 但是 量多啦 量多 他又回到一個 感覺是有點烏烏波的感覺 完全烏烏波 雙方都是 欸 有個癥結點 我剛剛正常講說 我們的卡斯是有四礦營運的喔 背出去 然後 我們忍武林 三礦現在營運 可是四礦已經放他去了 所以也還好啦 他把他主攻背出來 維持到 欸中間 幹起來了 又是坦克了 互晃了 又要塔防了 沒有沒有這次不塔防了 來來衝了衝了衝了 這個正擊很好 很好 這個結結敗退 我們的卡斯直接被打成 被打爆了 卡斯衝了 這個完蛋了 卡斯要爆了 坦克五台 不跟你靠一下 我爆你 這沒坦克怎麼打 雙方三攻三防都好 這個崩了 這個崩了 他 太急的衝了啦 他剛剛 前線的那邊部隊 完全沒有跟後續的部隊 做一波集結 在那邊被打崩了 有吧 你這邊至少挑一個距離 架坦克 這個坦克直接加一點上 沒救了沒救了 這個就算手下來也大虧了 對 工兵都死光喔 死了是物質了 真的是風回路轉 剛剛哈斯 一度大優 領先 6點鐘方向的 會戰區 領先帶230人口 對領先20人口 然後 然後 不知道在幹嘛 又被打回去了 這個卡斯這邊是有點偷啦 你看他現在5個 第5機都放 其實 其實我覺得卡斯 的 不是 卡斯的開礦速度是比 Gelomelina的快 對 所以說 正常來說他應該是有點小優勢 但是被打掛真的是 蠻可惜 蠻意外的 因為 剛剛其實兵力都是蠻接近的 突然間就被打爆了 不知道是不是 營運上說有點問題喔 應該是卡斯他 剛剛在那個 Gelomelina的三礦那邊的時候 他的兵沒有往前運 他兵在家裡的 去兵的關係 他分兩邊了 他前線的部隊 沒有後續資源 然後 被他打在上面全部殲滅 對然後對方 因為就在自己基地外 所以他補兵快 對啊 不過其實還是覺得 剛剛打那麼多次的三礦 應該都是有機會可以去投那個 投那個主礦的 但他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影音不同步 有人說影音不同步 什麼東西 我們再請我們的後台處理一下 影音不同步 對 好的 我只能講啦 哈斯算是給足 Hero門利面者 先讓你拿一分啦 不過分 再來 就是拚真實力了 所以你是比較看好CAS 沒有 我看這兩個超多都怪怪的 我覺得 我都不是很看好 反正他們不可能拿冠軍就對了 反正這種就是要配獎 那你就吃個麥克風嗎 不是 配獎 我怎麼知道 你知道這個東西是 這種東西就是沒有 他是 大概往那個方向走 對 我怎麼知道 他會不會爆氣 你知道他拿第一名的低率有多低嗎 我知道很低啊 但是我 只要中到我麥克風就刻下去 我就進醫院了 算了我還想在這邊跟大家一起 一起交流好嗎 我還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分享比賽 反正當你 確定要吃麥克風的那時候 這比賽已經播完了 所以你也可以去休息一下 我跟阿極賭那個東西 我也是覺得穩銀版 我是覺得穩賺 穩賺一百美 他四十幾天就給我判死刑 兩個月都還沒到 兩個月都還沒到 他還可以再瘦了 對啊所以我根本是死透透 所以說 所以你要放鬆他的戒心 搞不好他就 對不對 你還有機會搬過來 我們兩個月一到那個時間點 才是我們的決勝負的那個時間點 對啊 不如 沒錯沒錯 等等就帶他去吃個火鍋 不然這樣啦 你先hold個場面 我跟阿極先去吃個麥當 好辛苦喔 我請他吃個飯 好辛苦喔 我這樣子嘛 我投資個兩千五百塊的火石飛 在他的肚子裡 我取得這場勝利 我賺五百塊 好像還不錯喔 不錯吧 好的好的 這樣子 下一場你hold一下 看這個畫面 這個阿極真的瘦了 對對像這種東西 阿極真的瘦了嗎 我就買來給阿極吃 這種油炸類 然後還配一點 奶昔 熱量絕對高到爆 等等休息的時候你就去 哇這大 哇這老外這麼兇喔 這哪裡兇 好像比中指吧 沒有吧 他是跟人家說他嗨而已啦 你是這樣嗎 沒有啦 你誤會了齁 這應該是GINHAG某一個 某一個小舞台吧 不是不是 看起來蠻大的 這不是舞台嗎 對 好的 馬上要進到第二場 帶著德國人的希望的男孩子 Hero Marine 能不能拿下第二個賽幕點 就看他了 當時他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不是說我知道 我那時候看他的介紹十五歲嗎 當時他被譽為什麼天才人族 這是未來的希望 十五歲 我只能這樣講啦 他是不是希望我不知道 但是年輕就是進步的本錢 這是肯定的 確實 像現在台灣這幾個比較強的學手 像NICE阿黑師 他們其實都二十足頭 不然就二十上下了 對 你一定要年輕啦 年輕你才可以 投入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精力 反應嘛 就是熱情在上面 好 然後這是最主要的 然後反應那些當然也是嘛 因為 當你有好的反應 然後你可以進步的幅度也是 比較沒有限制的 對 像我現在回去練習 我覺得我會進步 我同意 我只能講啦 我們能做錯的事情幾乎都會進步 只要你花時間在上面 只是就是 都會有一個上限 你會 會有一個瓶頸在 不會很快碰到瓶頸 可是他們碰到瓶頸的時間點 可能會延後很多 你懂嗎 會一路衝一路衝 對 會衝到很前面才會碰到瓶頸 像我可能就衝到五千幾 噢 頂不住了 然後我可能要進去新國幾天 噢 五千八 我就上不去了 就卡了 就這樣子 然後可能又回到五千幾 五千八 就差不多那個分數 對 要繼續拚絕對可以 可是 就比較容易碰瓶頸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現場 其實他那個 他那個比賽空間是有限的 對啊 肯定啊 就一個小小的格子 群海可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那個 算是 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他一定也是一個區域給 給星凱的比賽而已 那又有其他的比賽這樣 對啊 一大堆遊戲 什麼遊戲都有 吃雞比賽也有啊 什麼都媽有 加上贊助餵攤販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大堆人搬電腦去 哇靠 真的 那邊 空間有限啊 真的 據說那個現場電腦 可能三十千台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多 但是很誇張 每個都搬電腦去啊 因為他 像我們台灣的那個 Land Party 他幾乎是我們Land Party的 更大規模 你可以這樣講 有去過 觀眾有沒有去過Land Party 好不好 有沒有去 你去過就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 大概就是大一倍 大一倍 你說那個場地大小 我沒去過台灣Land Party 但是我看那個畫面 什麼的大概就是大一到兩倍 最後一個就是 最早期 我就之前聽到的 GinHack 是兩三千台電腦 那個大小 九月的超過兩三千 好嗎 對啊 如果超過兩三千 絕對不止兩倍 絕對多 那個超多 超大 對啊 我是沒有去過現場 我是沒有去過現場 你還沒有去過GinHack嗎 我 何德何能 好好好 也沒關係啦 我告訴你啦 你沒去GinHack 跟我這個去GinHack被虐的 我們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你上次去的那個 岩雪平 就是 當時辦在岩雪平的GinHack 對對對沒錯 所以也是一大堆玩家 帶著電腦去 然後打比賽海選 對啊 一樣啊 就是在超大的展場裡面啊 還有分一樓二樓欸 然後餐廳一大堆有什麼的 那是賣飲料的什麼的 蛤 大到爆 然後還有很多地方 還有分那種睡覺的地方 就是每個人要 睡覺的地方就是 帶睡帶去嘛 就是有個大場館 是給大家睡覺的地方 所以你有睡現場嗎 我當然是沒有啊 睡那個Winter家是不是 我有飯店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你說暴雪有準備那個飯店 對對對 我肯定睡床啊 我睡在那邊幹嘛 那些是給那些 熱情如火 我去那邊跟朋友一群享受 你也是熱情如火啊 我就是去比賽玩玩而已 像那天我有跟Winter聊天 他說他之前 在他去日本念書前 他也有跟一群好朋友 去過Gunhack 對 就是可能六七個五六個人 當然是以玩家 對 他就是去弄個位子嘛 然後大家一起享受遊戲 所以Gunhack在瑞典年輕人上面 應該是佔了很大的一個地位 就是可能每年都要來共襄盛舉 你不見得會都啊 都要 因為畢竟每個人都有事情嘛 你要沒事才可以去嘛 對 但是小朋友什麼事 沒有就是最閒 所以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說很多小朋友這樣子啊 你看幾個你的同學啊 一起搬店到一個地方玩遊戲 不覺得世界很酷的事情 對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遊戲的過程 對 那個 有時候比賽玩完 我很抱歉 其實我也想跟那些人戰鬥 可是我覺得 打不太過 你可以跟莎在看比賽這些戰鬥 其實我 我回來練 我回來打上一賽季的比賽 我真的沒想到會贏啊 我只能這樣講 我其實算是 我回來跟大家一起享受遊戲中的過程 我真的是沒想到會贏 我也是很意外 這表示我們從王沒老啊 但是比賽了 機票也給我訂下去了 我只能去了 辛苦了辛苦了 我只能 我只能去跟他們戰鬥了 你不覺得那次千韻蠻好的嗎 你說 對啊 那個 你那次沒有遇到 你沒有遇到神主啊 因為我剛回來玩之後 我對什麼timing 我都懶得去記 我也不想管 打神主超難打 每次飄個教室殺個我幾農 我就死了 先知配過來 我防攻打也沒蓋 我也死了 我有好多種死法 對啊 我打神打蟲比較不容易死 我打人類也比較不容易死 那說你好像就是遇到人類跟蟲族嗎 就從哪從啊 對啊 這在幹嘛 這在展示這些鬍子是不是 蟲子比賽 我這樣拿個Light打把它燒一燒 它這個重點好狂喔 這應該留很久吧 這不知道留多久 我沒有概念 因為我們 我們亞洲好像 沒有那個習慣 比較沒有在長鬍子的吧 有的時候是長一點點而已 不會長到 你看像這個CAS這種 長到這種爆炸 像這種可能一年不減 應該就像剛剛那個 要特別留才有辦法吧 而且鬍子要保養 我跟你講 我怎麼留都長度就是很短 我覺得基因有差啦 你說他們的基因就是特別會長鬍子嗎 還是毛很多 毛多啊 我覺得毛多啊 真的 所以你是要表達毛很多 Oben連肚子什麼都是毛不是嗎 我們亞洲人相對少 哎唷哎唷 要打起來了 要打起來了 所以請問一下這兩個在幹嘛 你可以什麼時候進入第二場 為什麼要一直拍他們啊 在幹什麼 他們可能那個主播他也在聊別的東西吧 可以 可以 喝綠阿噴嗎 他們那個樣子看起來就超像在打比賽的樣子 是不是 很看重比賽 你後一下我沒話講 喔開始開始 我看到比賽畫面 地圖這樣乍看之下應該是 喔這個我熟 這個叫做 很熟是不是 戰役高昂之進 戰役高昂之進 好地圖上角 藍色的人類 是Hero Marine 沒有 主播沒可能 沒關係我們比賽紀錄了 比賽紀錄了 主播是誰 你不知道我是誰是不是 我是那個 阿吉 我是阿吉阿 聽不出來嗎 我是阿吉 對阿 我是玩蟲族那個阿吉 對 那第五右下角 藍色的人類 是卡斯 聽不出來嗎 對啊 唉唷 放招放招放招 這才正常嘛 對這 來了來了 把名字遮住 還以為是在韓服 2BB也死神 這個要看有沒有發現 對這上面有放一個補給站 那也上不去了對不對 可以啦 那這裡可以啦 這個是可以的是不是 你很熟人類喔 開玩笑 我人類也是 對不對 四千多啊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那看紅放有沒有正常 等一下紅放在幹嘛 紅放在想 完蛋了我覺得紅放在死 那個卡斯 他如果開二框他就掛了 卡斯也在那邊想要演戲 他是裝B 對對 裝B 對對方 我跟你講 他那個兵移讓我想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這種裝B的行為 在這種野2BB身上 就是下去 你就是下去 他假裝讓人家 以為他野東西 然後別人不敢開框 他自己開框 然後其實他自己開框 裝B 完蛋 要被2BB了 就要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他這想法很簡單就是 你來偵查 你沒看到兵移你我野兵移 他就不敢開框了 他就是一種 心理層面上的 level thinking 第二層思考 可是對方直接 直接2BB就 對方沒有在演了 直接放招 你就直接下去 對 這個肯定重傷 肯定重傷 這邊還藏三次進去 直接帶走 什麼重傷 還出門 什麼重傷 已經死了好嗎 還去尋欸 這個已經死了 但是這個卡斯他有做 第二隻死神 所以我覺得還有救 沒救 有有救還有救 可以的可以可以 他VF也是準時放嘛 好我們來看好不好 然後他這邊放2B3 所以毒死了 我們來看我們來看 到現在還沒看到 公兵死了 這個不能死 這個VF的公兵 拜拜 跟你說已經死了 這場比賽已經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真的了 這個 他只要甩得好 他還算甩得不好 他剛剛甩得好 那個 他有沒有拉公兵去蓋啊 他好像 他沒有拉公兵去蓋 他沒有拉公兵去蓋 他太慢了 這個令人絕望的 1214你知道嗎 還沒帶好 好GGGG 一人絕望的1214 他為了蓋這個 要把農民全死光了 對啊 這個 你知道他剛剛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拉4-5隻農民 在那邊把那個VF蓋好 我想真的啦 就算蓋好也是輸啦 重傷 我覺得不一定會是 重傷 我來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更好吃 那個叫做殘廢 應該說 好我們來分個等級嘛 小青 小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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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再來 小虧 再來是 我覺得小虧 重傷中間應該好像再有一個 對來 想一個給我 小虧 快點快點 我好像沒有用過中間這個詞 鬧很多 鬧很多 被鬧很大 好不好 第二個 第三個 重傷 蠻慘的我覺得這樣很虧 第三個 第四個才是重傷 第四個才是重傷 第五個叫殘廢 他那個叫殘廢 殘廢嗎 這個概念現在 懂我的意思嗎 懂我想表達什麼東西了嗎 你說打到可能公兵 剩下五六隻但他守住的那種感覺 對那有什麼用嗎 再來一波你也死啊 跟輸的沒什麼兩樣 就斷手斷腳啦 對啊 就任人宰割啦 不過當時確實第一時間 卡斯應該要直接拉公兵去他的VF 硬要把它蓋好 他直接蓋好我覺得 就是殘廢 然後他剛剛是蓋都不想蓋 那他是直接下去 那他那個反應就是 他根本沒有注意到他自己公兵死 對啊 就空不過來嘛 所以我剛剛講這兩個選手 就不是頂尖的嘛 所以 就是配角齁 都是頂尖的啊 我看不出來 都是頂尖的啊 但年紀肯有差 我們這種賽評 我們要以最嚴格的 你說客觀的角度來看嗎 我們要以很嚴格的標準來審視 在舞台上比賽的選手 畢竟 我們現在也上不去嘛 你剛剛不是說那個 藍色的看起來應該是 怎麼樣 穩贏的 我哪有講 你說他們打起來的話應該是 藍色會穩贏的 哪有 但是真人格鬥 真人格鬥 現在那男的衝上去揍他 揍他 那女的現在當裁判 你看哪個會贏 我跟你講 他紅的贏我直接吃麥克風 你要吃麥克風 爆刷嗎 這個我就敢吃了 這樣怎麼打 好 你是不是很想吃個麥克風很久 沒有沒有沒有 你今天的晚餐是沒吃啊 沒有啦 我的確是還沒吃啦 是還沒吃所以很想吃麥克風 沒關係我就喝個咖啡就好了 你不知道我們這個 還要再戰鬥個兩個BOB3是不是 不知道我們暴雪的麥克風特別甜 特別美味嗎 這個烹飪一下應該也是 不不不不不不不 好的很好 對 他現在應該是在訪問一些有關 剛剛比賽的一些細節 呃 我看了什麼 我看 藍光 對對對 OKOK 我們可愛的賽評喔 我們開始主播 對 看來我們要稍等一下下才可以進入 我們的最後一場囉 下一場囉 不知道他等等會不會繼續播那個衣組的 因為我們是跟主台的畫面 我覺得應該會換了啦 因為他們應該是很隨機的 對啊 所以他們應該會找一個已經打完 然後接下來可以接著播的 有人問到NICE什麼時候上場喔 我覺得 NICE今天的下半場會出來 可能是下半場喔 可能是 我們下一個主播了 我們 我跟灰可能不見得會播到 我們現在幾點 現在是11點54嘛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BOB3結束了 那 64強會播3個BO3 64強會播3個BO3 然後接下來換到32強再播3個BO3 所以我預估大概2點的時候會換NICE 大概2點的時候 這是個估算喔 估算 比賽很難有確定的時間 我估算蠻準的 對 好的 對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3分鐘馬上換 來吧 等下 5點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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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 10點